苏星辰 你这样只会让我更加巧不及你 龙公子那边我会亲自上门道谢 好 你个虚度 敢阴我 就是他 就是你们 小子 你以为打完我们漫浪会的人 这么容易就完事了 我今天心情不好 最好别热我 惹你 我还怎么打你呢 烫烫 烫 赶紧滚 我都想看看 是谁这么大的口气 不 不见阿姨 什么情况 二爷 快快快 快别弄个 不见二爷 二爷 你是 阿姨 我呀 嘿嘿嘿嘿 小撒龙 当年在黑雪监狱 我跟我大哥马坤 有幸给您咋个脾气 赵龙 黑雪监狱马坤的小跟班 三年前刑满释放的时候 信誓旦旦告诉我要改邪归正 现在怎么回事 阿姨我早就改邪归正了 都是这个独着干的 自己删自己嘴巴 然后向阿姨道歉 阿姨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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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你的人 滚 OK 滚滚滚滚滚 滚毒了 阿姨 以后在青州这个地界上 有事您吩咐 撒龙水掉水到 再见阿姨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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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爷 等一下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跟你道歉的 道歉 我今天是被程阳逼迫才这么说的 因为他让我帮他追晚 我们家生意的主要面 都在他手里 如果我不帮他 我们家就完蛋了 你说我能怎么办 行行行 我就让你了 真的 真的 你跟车好 为了表达我的建议 我送你回家吧 你别这样 我还是看到不太好 走吧走吧 你在真住在山治豪亭啊 是啊 你还有事儿吗 我现在有点渴 让我进去喝点水嘛 不行 各自家去 你这个金龟婿 老娘吃定了 全阳 全阳 马儿 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我这次来主要是感谢你上次救了我 嗨 咱们都是朋友 都那么客气 另外 我还有件事儿想要找你帮我 有什么事你就直说 能帮的呀 我一定帮 我们公司最近新开发了个项目 银行贷款那边一时半晚下不来 我想找你借的钱周转一下 借钱 你想借多少啊 三千万 三千万 算是说这数目啊 不是什么大数 但是最近呀 我公司啊 这资金有点紧张 这一时半会儿啊 这还真 我明白了 那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哎 王儿你别着急啊 我呀 还有另外一个办法 什么办的 来 你看 高利贷 对啊 虽然说呀 这利息有点高 但是能解离你的人没知己呀 你先把事情办完了 尽快把钱还上就可以了 你放心 到时候啊 我跟他们说一声 把这利息啊 给你们算低一点 好 哎呀 陈总 你确定陆家短期内还不上这笔钱 张总 你就放心吧 我肯定啊 让他们这笔贷款啊 申请不下来 到时候啊 他们还不上 我自然会出手帮助他们啊 陈总好算计啊 要我看你想趁机吃掉陆家吧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陆总 这三千万 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你说我要放款给你 什么时候能还给我啊 最慢一个月 呦 得一个月啊 快的话半个月也行 我们就是银行走个流程 很快 但反正就不能下来 那银费不放款怎么办 哦 不会的 我们陆家在银行的信用一直很好的 哦 这陆家的信用啊 我自然是相信 只不过呢 只要陆总 哎 这三千万啊 我分分钟打给你 方总 你干嘛 不是我告诉你 这笔钱 如果我们公司不放款 整个青州 没人敢放给你们 所以你最好乖乖地陪老子 要不然 你们整个陆家 就等着变败家产吧 嗯 哈哈 放开我 小龙 你让你好好手一手 哎 放开我 小龙 哎 哎 哎 咱俩你好好手一手 哈哈 住手 喂 喂 老二你没事吧 苏星辰 你怎么来了 哪来的穷小子 哎你给我滚起来没有 你看 敢打我 你知道老子是谁吗 你知道老子是谁吗 你不就是陆家费用追续吗 啊 不是婉儿啊 你们陆家完了 这次的情况 我一个咋都未给你 怎么回事 朱星辰够了 你干什么 你还现在事情闹得不够大啊 婉儿 你不用着急 资金问题我能解决 你解决 你解决 你拿什么解决 你把人打成这样 等会还不是我来帮你擦踢股 我现在就去找陈阳和解 婉儿 你必须找陈阳和解 婉儿 朱星辰 不要以为你刚才救了我 你就可以这么说我朋友 看在我爸的面子上 我现在就去找陈阳 让他保你一命 事情解决之前 你自己先躲躲吧 哎 婉儿 我 你躲得掉了吗 我告诉你 老子是忘楼会的人 在清州 没人能保你啊 就是忘楼会 打电话给你们老大 让他来叫 行 有种你在这等着 等我大哥来了 看你怎么死 就在这等着 我看哪个毒是在我地盘耍影啊 老大 就 就这等着 让你老大来跟我对 阿姨 怎么 又不是你呢 怎么 怎么 不想看见我是吧 老大 你这是 乌生的狗狗 你个瞎眼的东西 正常介绍一下 这位可是黑血监狱的二当家 他 不 怎么可能啊 他就录在那里去啊 赵龙 哎哎哎 你小子长本事了是吧 敢三番五次惹我的女孩 阿姨息怒 都 都是误会 都是这个恶惊杠 把他拉下去 你家吧 走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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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您坐 阿姨 我头两天听说 陆家需要三千万资金周转 我一会就去放款 这个利息 利息不要了 不重要 都是小钱 利息全免 三千万资金周转 二千万资金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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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哎 怎么 我不能来吗 哎 你喝多了 你到底来干嘛 干你 哎 几个菜呀 喝成这样 哎 你喝多了 你到底来干嘛 干你 哎 几个菜呀 喝成这样 你是不想 还是 不行呀 你还从来没人说过小业 我不行 要不是看你喝多了 我非让你知道我厉害 你来的证明给我看一下 哎 你温柔一点嘛 你厉害 我送我睡觉 你自便 早孽呀 敢跟我斗 我看你还能撑多久 苏星辰 你这个扫把心是真能惹祸呀 现在还没入坠到我们路家呢 就敢得罪万龙会的人 以后太得了啊 这话什么意思 资金问题不都解决了吗 解决 怎么解决 人家陈公子辛辛苦苦 给我们拉来了资金 你倒好 把人家老板给打了 你知道人家公司背后是谁吗 不就是赵龙吗 打了万龙会的人 搅黄了贷款 我真不知道你还有什么脸面 像个没事人一样坐在这 你就是太冲动了 有什么事不能好好商量的 怎么动不动就打人 你打的还是万龙会的人 到底怎么回事 赵龙没给你打钱吗 打钱 你都把人打成那样了 他们凭什么打钱 就是 是 喂 说 放款了 爸 赵龙那边给咱们放款了 而且还是免利息 说 是受一个大人物之托 是真的 太好了 你看吧 我就说了 最近不急了吗 那那那 又来了 你不会想说 赵龙嘴里的那个大人物 就是你吧 不然呢 不然呢 姓苏的 你好歹也是个玉姐 不能这么没脸没皮吧 你去撒谷尿好好照照自己 你配吗 你配吗你 够了苏星辰 我真不知道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 要不是我去求陈阳 万龙会那边怎么可能会善罢甘休 更别提什么放款了 不 好了 既然问题都已经解决了 大家都少说两句吧 这两天呢 安排一下时间 好好感谢一下陈公子 可是伯父 这件事吧 他本来就是 行了 秦桑 咱们就不纠结这个了 我看你刚回到青州 天天也没有什么事做 要不 你到公司来上班吧 我让我给你安排一个保安之类的岗位 和你之前的也算同行 爸 爸 你把他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不用了保护 工作问题我会自己解决 不用您操心 这 我还有个事 先走了 爸 你看那这就是你找的好女婿 这孩子 这孩子 真是一点都不像苏老兄啊 他就是这么个事儿 二爷您真厉害 为了当追婿这都能认 你才追婿 哎对了 我听说之前给你退婚的那个赵琳来清州 他来干什么 倒不是为了你 好像听说是为了帮助黄氏集团收购杨氏集团 你知道了吗 这两年青州这地界变化很大 好多地图的集团都提下来这边布局了 杨氏集团 嗯 董事长叫杨倩 你认识 你认识 我认识他爸 哎您不能进去 哎您不能进去 你是什么人 我是受你父亲杨天海之托 前来帮助你的 我父亲已经死了 你可以走了 知道你父亲已经死了 真的是 他让你来的 我离开黑雪经营的时候 他替我照顾你 他倒是轻松 走了一了百了 我最近得到一个消息 帝都赵家派人带来一大笔资金 资助你的死对头黄山虎 为的是吞并你的公司 我也略有耳闻 估计银行已经都被他们买通了 我们公司现在根本拿不到新的贷款 公司里的几个项目 资金都已经周转不开了 资金问题我可以帮你解决 但是我要以股东的身份注资 可能需要你付出一部分股份 你愿意吗 我相信你